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 习近平说中国发展形势总体良好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仍处于发展上升期 工业化 近期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带来巨大国内市场空间 经济增速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同时也希望外国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进一步敞开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 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 积极推动建立均衡 共赢 关注开展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